雪梨奥运抬拳道同派女警官纪书如,经警证书查出去年在人武警分局鸟松分驻所长任内福报续讲。 续讲被砍608次加奖后,今天下午高雄市警局发布人事调整命令,将纪书如调往六归警分局担任警务员。 明天下午三点就得报道高雄市警局今天下午发布纪书如的职务调整命令,将他由男子警分局警备队长纪书如,调至六归分局警务员,一缺由湖内警分局警务员吕建发接任。 私自将纪书如维继承处案公文外传的交通大队警务员唐文华,也被调往湖内警分局任警务员,一缺由六归分局警务员方承宴接任。 奥运抬拳道同派女警官纪书如福报续讲,高雄市警局今发布职务调整命令,将他调山区六归警分局警务员,明天生效。 图记书如提供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